相爱容易相处难 因为想想他一个24岁的小伙子 可能还没有你经历的多 你们两个在一块 可能人生观价值观就不一样 我也谈过姐弟恋 你小多少 小多少 小大过于14对吧 对不对 不要那么扭捏嘛 做都做了怕别人说 是吧 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多少啊 16 16又打破了一个记录 但是前提是要他主动 你感受到他对你有意思 有一次明天晚上我们俩 就坐着喝着的啤酒 他说小远 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刚才就说 我就想找姐这样的 我就找姐 他说那意思什么的 我也会做饭 然后我媳妇什么的 从来了以后他感觉有家的感觉 由此有没有关系更进一步 其实这样的 你看他张嘴闭嘴姐 其实 人家不叫你姐 你想人家叫你叫什么 我感觉就像人们仓说的那一句话 说人的生命当中 应该有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也应该有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说得好 既然他年龄小 我先喜欢他的 我想我想主动一点吧 你是真爱他 我完全能够看出来 但我也会想到 奋不顾身的爱情总是存在的 可是奋不顾身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 在说的我们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好不好 对 因为呢 即便你们是年龄相当背景相当什么都很相当 三五年就散了多的是人生苦短啊 但是你要小心了一个比你小14岁的男人 他能够接受你的爱吗 其实上他用了一个计谋 他寻寻善诱 就是希望他能够从你那儿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呢 又不上这个套 就把你吊着 他在吊你胃口 所以这个男人是很危险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感觉他能接受我对他的好 那就证明他喜欢我 但其实我并不会认为他们是一个情侣的关系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认为你是一个大姐姐 不我感觉你说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呢 难道你们两个今天有牵手吗 牵手牵了吗 牵手有这样我牵他嘛 那你们俩有新闻吗 有没有 这个没有 我们都是纯洁的 不不不 没有 就因为你们现在很纯洁 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感情是在姐姐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情侣之间的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长得那么大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他能让我改变 能让我的心一个死的一个女人 能重新燃起这种感觉 我感觉都迟了 38岁的张力因丈夫过数离婚 拥有多栋房产 离婚后张力一直单身 现在却因为租房 对比他小14岁的房客杜鹏远一往情深 在张力的叙手中 房客杜鹏远对他的追求和关心都有回应 却因身份和绵绵的悬殊 无法对他大胆表白 所以他今天鼓起勇气来到节目现场 相比自己小14岁的房客告白 如果事实均如张力猜测 杜鹏远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他大胆热心的告白吗 我们更多的人是希望他能够开心的更长久一点 不管他们之间彼此到底能不能走到婚姻的殿堂 至少不希望到分手的那一刻 你也伤心 他也伤心 你觉得呢 来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来问你几个问题 小远要是今天不来 不愿意跟你挑明怎么办 硬不会吧 他很有可能不来呀 其实我心里也特别忐忑 如果他今天来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只把你当姐姐 甚至是当母亲一般的温暖 不可能 如果是呢 第一五我感觉不会 如果是呢 我想问你 假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 怪我自己自作多情吗 你会恨他吗 我不会恨他 你还会让他住在那吗 会 如果小远今天来了 接受你的告白 甚至愿意跟你结婚 你会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公证的话 我感觉 不用了吧 不用了 我喜欢他 我东西都无所谓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的父母 言辞反对 你怎么办 如果父母反对的话 我想 用我的行动 用我的努力 去 去跟他父母尽量沟通嘛 行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好 好 我 三 一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五 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奋不顾身的38岁女人的爱情 你到底与丽姐之间你一界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男女关系 朋友 姐姐 你确定 确定 不是这样的 有朋友老是给你送礼物什么的吗 有朋友两个人一起穿青绿衫的吗 你说心里骂行吗 这样 我们给他们一个单独的独处空间 先进入告白时间 你把你所有的困惑 想法都直接告诉小远 说得清清楚楚 一清二白 好 接下来是 张力的告白时间 小远 咱们俩 在一起 也快一年了吧 其实 除你来的第一天 我对你有好感 在你来的这一段时间 我的改变 你也能看得到 我从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变成一个爱交流的人 你陪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那天你下班 我在家等你 其实我自己都忘了我的生日 你回来 你拉着我 你会立即走 我跟你说点事 你还记得吗 这房间以后 你把所有灯都关了 然后 你跟我唱 生日快乐 我 38岁了 没有过我一次这样的生日 真的 你 每次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我就让你开心姐 其实 你每天上班走 我因为在家 我哪都不想去 我就盯着大清明表 我就看 从上午看得下 我就想等着你 等着你回来 我感觉 你回来 我给你做顿饭 我都很开心 真的 警察 我上班 我才能站得到 我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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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